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明朝的失踪人口的名单中 有两个人是最著名的 一个呢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朱允文 另外一个就是崇祯皇帝的太子朱慈郎 朱允文自从失踪以后就下落不明 从那以后在将近百年的事件里 他只活在了人们的猜测和回忆中 而朱慈郎则大大的不同 在他失踪以后的几个月内 他就重新出现了 而且出现了两次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1644年的8月份 在北京 而第二次出现则是到了1645年的3月份 到了南京 他的两次出现在朝野上下都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南北假太子案 其中的南太子案更被称为南都三大案之一 而且在中国南方出现的那位太子 竟是在北方出现的那位太子 被清官方认定为假太子 而被除私以后才出现的 所以这两次出现的太子肯定不会是一个人 所以肯定不会是两个真太子 而只能是一真一假 或者说两个都是假的 那么这南北二太子都是假的吗 如果是一真一假的话 那哪个是真 哪个又是假呢 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能够完美的解答 南北太子案也已经成为了一桩悬案 今天我们就试着来聊聊这个话题 不过我们今天聊这两起案件 并不仅仅是想探究一下太子的真伪 而是想通过这次案件爆发时背后掀起的波轨云爵 来探讨一下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北太子案当时在北京的很多明清交际的风云人物 卷入了其中 比如说有我以前讲过的冯权 崇祯皇帝的岳帐周泰 崇祯皇帝的次女 长平公主 以及洪成仇 被扶太子的真伪成了清廷汉臣们 忠贞与否的试金时 由此有人上高楼 有人走地府 长平公主 他之所以想要出家 也与这起太子案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南太子案的影响更加深远 他使得清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渡过了长江天险 使得南明的洪光潮 在建立一年以后即告负灭 清人成了这起案件的最大受贿者 难怪后来有些人认为 南太子其实是清人派来的间谍 他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洪光潮内部的团结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两起初朔迷离的假太子案 或者叫真假太子案 公元1644年的8月 这时候距离崇祯皇帝自育于梅山 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 在这某一天的夜里 有一名少年扣开了京城嘉定侯周葵的府门 这位少年自称他是太子朱慈喇 他此次前来是来探望这时候正在府中养伤的 他的妹妹长平公主 其实长平公主更应该被称为昆宁公主 昆宁公主是他的爸爸崇祯和他的母亲周皇后给他定的封号 而长平公主则是清朝人在他去世以后给他追逝的嗜好 所以站在他的角度 他一定希望后世的人称他为昆宁公主 而不是某些文学作品中说的长平公主 在崇祯皇帝的最后一天 他被他的父亲崇祯皇帝一箭砍去了左壁 此时他正在他的外公周葵家中养伤 周葵就是崇祯的皇后周皇后的父亲 崇祯朝的国长 周葵虽然觉得有些惊恐 但还是与君臣之礼接待了他这位外孙 并且让昆宁公主出来与他的哥哥相见 兄妹二人一见面 想起了他们惨死的父母 失踪的兄弟 禁不住是相拥而弃 然后这名少年简单的说了一下 他这些日子是怎么过的 李自成大军入城以后 他就逃出了皇宫 在东华门一带躲藏了起来 后来李自成败退 清军入城 他为了生计也为了隐藏身份 就到了城门附近的一个豆腐坊中去打工 没过多久 豆腐坊的老板就发现这名少年不同凡响 他绝对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因为他虽然看起来已经有十几岁 但对于社会上的事情似乎是一点也不懂 而且什么也不会干 举手投足间也绝不像一般的平民老百姓 豆腐坊老板怀疑此人可能是毛卫落难的王孙 善良的老板并没有去举报他 而是将他送到了郊外的尼姑庵中躲藏了起来 尼姑庵的老尼虽然觉得这个少年身份特殊 但是仍然让他住了下来 这名老尼有一个弟弟姓常 以前曾在宫中做内侍 清兵入城以后 皇宫中的太监们已经是树倒胡孙散 这位常内侍也就回到了家中 正好有一天他去尼姑庵中去探望他的姐姐 无意中看到了这名少年 他认出了这名少年就是太子朱慈朗 后来朱慈朗也向常内侍表明了身份 就这样在尼姑庵中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后来朱慈朗得知自己的妹妹昆宁公主 在周魁府中养伤 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同胞妹妹 也非常希望重新和家人在一起 于是他就让常妹是陪着他周魁的嘉宁侯府 据报春生所著的贾身朝氏小记中 立元一记一文记载 这是太子朱慈朗第一次去周魁的府中 过了几天以后太子又来了 昆宁公主这次提醒他道 说以后你就不要来了 因为你每次来周家的人都要对你施以君臣之礼 周家府中人多眼杂 传出去恐怕会对你不利 太子虽然口中称事 但没过两天 他又一次来到了周魁的府中 此时周魁已经有些害怕了 他与周魁商量以后 对太子说 说你能不能以后就改名叫刘 不要称太子 这样的话别人知道了也就不会起疑了 但太子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说我本姓朱乃当朝太子 怎能改姓刘 你们要是害怕就把我送走 不要刘 说着说着他就与周朵产生了争执 争执之下太子被逐出了周府 那时正值夜里太子被巡夜的士兵抓住 以犯夜罪将其逮捕 送交刑部审理 他被抓的时候 士兵问问他你姓甚名谁 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我乃太子 朱次郎 说到这儿呢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奇怪 这名太子是怎么了 是不是有点傻呀 他为什么一再声称自己是太子 朱次郎 他真的是活够了 关于这点呢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 朱次郎出生于公元1629年 当时是1644年 也就是说他那时候只有15岁 而且还是生长于深宫之中 不通事事的15岁 他身边也没有人帮助他 以前做事都是爸爸妈妈为他做主 他需要做决定的时候 也可以参考太子府中幕僚们的意见 而此时 咒逢家国大变 他孤身一人在外漂泊了几个月 此时他最需要的是回到他以前熟悉的环境 见到他熟悉的家人 并从那里找到依靠 其二 就不能不说清朝人的统战政策起到了作为 清朝人打败了李慈成以后 对外声称是替崇祯皇帝报仇 而且还隆重安葬了崇祯皇帝夫妇而人 赠予他们示好 而且还救了自己的妹妹 将他妥善安置在自己的外公府中 这一切都给这名少年造成了一种印象 就是清朝人并不是他的敌人 至少没有那么深的敌意 既然自己的敌人李慈成 据说都没有为难自己的两位弟弟 定王和勇那么打跑了李慈成 比李慈成看起来更加唐人皇之的清朝人 应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他才大胆的敢称自己就是太子 朱慈了 也许他暗地里还在期许着 在表明身份以后 他能从清朝人那里得到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礼遇 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完全想错 太子被抓 而且他先前在周魁府中与昆宁公主相拥而弃 而周魁以君臣之礼贵献饭食的这样的消息 在京城百姓监视不静而走 很快引起轰动 百姓们纷纷要求清廷要善待太子 面对此种情况 摄政王多尔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如果善待这名太子将他养起来 多尔滚担心日后那些清朝的旧臣和百姓们 有一天会拥护他从夺天下 这万万不幸 如果杀了他 那么满清人之前做的 比如说圣葬崇祯夫妇这些收买人心的手段 就都算是白做了 他们好不容易骗来的那张仁义的面具 也再也戴不下去了 而且满清人一直宣称 天下是从李自成反贼手里夺来的 他们是为清朝崇祯皇帝报了仇 他们的德国罪证 而如果此时他们杀了明朝的太子 那这个德国罪证的说法恐怕也就站不住脚了 而如果这两张面皮被撕下的话 那剩下的就只能是森然的狼牙了 这是多尔滚绝对不想让别人看到的 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这个太子是假的 只要证明这个太子是假的 那么清朝人杀了他 就算是打击假冒伪裂产品 就算是为民除害 这样他们不但不会被骂民 而且还会变成了打假勇士 于是一场造假的大剧就拉开了帷幕 但很可惜 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多尔滚的良苦用心 有些人就是没有那么聪明 有些人就是太执拗 比如说这起案件的主审官 当时的刑部主是钱凤兰 钱凤兰以前是崇祯朝的刑部主室 后来强清以后还是在原职续任 前主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名少年说的是真的 他真的就是太子诸次郎 他这样想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他是依据当初太子与昆宁公主见面时的情景 以及周家人对太子的礼遇做出的判断 前主寺还给多尔滚写了一方奏折 详述了自己认为太子是真的依据 其中提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冒充太子实在是祸福难料 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多尔滚 现在是你们满清人当政 这时候冒充明朝的太子 是福是祸是公是罪 真的是很难说 谁会冒此大险 其实大家想想也是这样 在清人执政的情况下 冒充是明朝的太子 只会面临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被清朝人认定是真的 如果最后被认定为真的 那么有可能会面临两种结果 一种是被清朝人养起来恩代 另一种就是被秘密杀头 而认定为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可以说几乎为零 因为那时候离崇祯皇帝自义 才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宫中的太监 锦衣卫们 很多人都认识真太子 所以如果是假的话 在对政之下是很难过关的 所以他更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假的 那么假冒太子的结局会怎样 那还用说吗 肯定是被杀头 所以此时冒充太子 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死路一条 没有人会做这样的傻事 除非这个人疯了 很明显面前这个自称为太子的少年 根本就没有疯 前奉了还传唤了一些证人 来验证太子的身份 传唤的证人中包括曾经帮助过太子的长内侍 以及曾经侍候过太子的实名锦衣卫 这些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这个少年是真的太子 甚至以前的明朝宫中的斯里坚太监王德化 也出面证实被抓的人是真的太子 再以后就是多尔滚组织的御用造假大军 沸墨登场了 这些人各个身居高位 与先前的那些锦衣卫太监们的地位 是不可以同日而遇的 首先站出来的是周葵书志 他们适口否认曾经在周府中发生的 与金臣之礼相待太子的一幕 坚称这个太子是假的 他们根本就不认识 然后又传唤了昆宁公主 昆宁公主上到堂来 只是一劲的哭 说不出一句话 当时在堂上的周葵就打了公主一巴掌 公主受惊 也说他不是真太子 据张代的石窥书后集记载 父令公主认知 公主见太子 泪下 周葵掌其家 公主惊走 一言不适 这恐怕就是昆宁公主 后来要求出家的原因 因为他承受不了这种良心的谴责 毕竟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哥哥 虽然说他真的不愿意 顺治皇帝没有同意他出家 他还有利用价值 清朝人让他嫁给了周贤 虽然夫妻二人抗力协和 但仍然在一年以后 昆宁公主一遇而亡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那些高官们了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的冯权 那位在明朝和清朝都进入了内阁的天之骄子 黑头宰相 还有一个人叫谢生 也是朝宫的高官 他也说太子是假的 他的证言非常的有力 因为他曾经做过太子的老师 在他当庭作证的时候 那个自称为太子的少年就问他 说谢先生曾经在某日教过我的某堂课 谢先生您不记得了吗 当时谢生是一脸窘迫 作了一个衣就惶惶的退下 类似于谢生逢渊这样的聪明人中 还有晋王朱沈轩 他也指正说是假的 朱沈轩算是最早投降于清朝的明朝皇室子弟 他这时候的选择就是要跟多尔滚站在一起 在堂上那名少年质问他 说你作为一个藩王按明朝的法力 藩王不得赵不得进京 你们晋王一族出藩以后 已经两百年被进京朝见 你又怎么可能认得我 当时问的这位晋王是哑口无言 前主事也发出了同样的质问 见晋王无语 前主事痛斥他身为皇室子弟 居然出卖自己的太子 另外还有一个神秘的出庭作证的人 按史书记载说他是尚书某公 这位尚书某公怒斥少年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谁指使你冒充太子 那么这位尚书某公到底是谁呢 在这方面的著名的清史学家何灵修先生 上做了一番研究根据何老先生的研究推断出 尚书某公却有欺人而且此人还鼎鼎大名 他叫洪称仇理由有两点当时这个尚书某公出庭并不是来审判 而是来作证的既然是来作证的 那么他就不可能是满族的官员 只能是汉官 可是当时在朝中担任尚书之职的并没有一名汉官 只有一名汉官 他虽然没有尚书之实 但是挂着尚书之弦 人们也经常尊称他为尚书 他就是洪称仇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从事发的这一年的八月份到十二月份 在这几个月期间顺治皇帝曾经多次下坠 对冯泉谢生洪成仇三人进行赏赐 但赏赐的原因在圣旨中并没有严明 这点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惯例 在顺治元年八月以前 顺治皇帝每次下坠赏赐某人 一定会申明赏赐的原因 以因何受赏 冯谢洪三人在这期间并没有做过什么特出的事情 应该得到什么特出的嘉奖 冯谢尔人在这期间他们共同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贾太子案中做伪证 那么由此我们推想 洪成仇会不会也是因为同样的事情受赏 到了该年的十二月 冯谢尔人再次得到了封赏 这次封赏的力度甚至超过了前几次 那么这次又是因何而受赏呢 该年的十二月正是贾太子被处决的日子 贾太子案晚清人终于得到了一个最满意的结果 和冯谢尔人同时受奖还有一个人 又是洪成仇 洪成仇刚开始详清的时候并没有授予什么官职 还算是白衣 后来呢还是按照他在清朝几年前就已经获得的官职 授予了同等官职 相当于清朝的同志行走之类 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实职 并没有什么实权 而到了顺治二年 也就是太子案之后的那一年 洪成仇就被授予了招苦江南的重任 这就算是有了实权 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重用 恐怕是与洪成仇在贾太子案中的表现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说 在贾太子案中 洪成仇为自己交了一份同名状 以太子的命染红了自己的顶带 不光是洪成仇 冯泉谢生二人也从此走向了自己官图上的阳光大道 不过谢生运气不好 他无福消受 案发之后没几天 据说他在大白天见到了已故太子的亡灵 被惊吓而死 也有人说他是被多尔滚命人秘密杀害的 因为他在贾太子案中表现的是最为强颜 说起洪成仇啊 忍不住要多说几句 大家知道洪成仇是在松锦战役失败以后被俘的 被俘以后他坚决不投强 后来呢据说是庄飞出马 用美人计才使得洪成仇归强 据说庄飞是先观察到洪成仇还在一头顶房梁上掉下来的土块 说明他仍然惜命 然后庄飞利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成功说服了洪成仇 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呢 我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件事情正是无宰也是无宰 汉文无宰满文无宰连朝鲜文都无宰只是在影视剧的剧本中有宰 所以纯属瞎编庄飞好歹是皇太极的妃子 难道皇太极想的是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了媳妇逮不着流氓 就把庄飞这么舍出去了吗 再说庄飞讲的是蒙古话 满语或许也能说 但汉语一句也不会说 以前我们讲过 庄飞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 她一生都没有讲过汉语 她认为讲汉语就是背离了自己民族的传统 那是要亡国的 所以庄飞与红成仇怎么交流 红成仇可不会讲蒙古语或者是蛮语 难道他们还需要一个翻译吗 那他们在被窝里探讨人生意义的时候 翻译是不是也要站在床边 这不是妥妥的第三者吗 实际上劝说红成仇归降的是范文成 也是范文成注意到了 红成仇仍然在意 从屋顶落下来 落在他衣服上的灰尘 认为红成仇仍然熄灭 再后来是皇太极出马 从自己身上脱下来雕球 亲手将他放在了红成仇的身上 红成仇一看 这还是限量版 大呼真明君也 于是归降了 当然了 这样的技术出自于明史的记载 是否属实 还有待商榷 清朝人对红成仇这样的汉官 从来都不放心 红成仇归降以后 清朝人马上给他许配了一个满族人的女子 做他的妾室 这个女子姓刘 有人说刘姓不是汉族吗 其实满族人也有很多姓刘的 满族的老姓宁古塔是纽咕噜式 后来转成汉姓 都有改成姓刘的 特别是宁古塔式 说到宁古塔呢 大家在影视剧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搭配到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宁古塔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里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塔呢 宁古在满语中是六的意思 塔指的是个 合起来的意思呢 就是六个 意思是说有兄弟六个人把守此地 据说努尔哈赤的曾祖父福满的六个儿子 就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 这六个人呢 也就是清朝人所供奉的六祖 因为宁古是六的意思 后来入关以后宁古塔式就变成了刘式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草原民族 都喜欢汉姓的刘姓 比如说匈奴人 当年卢走蔡文姬的左贤王就叫刘邦 十六国中建立汉赵 也叫前赵的开国君王叫刘渊 匈奴人为什么这么多姓刘的 那还真要感谢刘邦 刘邦当年在彭城被围 后来无奈之下将一名宫女任作公主 嫁到了匈奴 嫁给了末都禅语 既然是公主 那肯定是姓刘 而按照匈奴人的习惯 族中尊贵者皆从母姓 所以匈奴人就有了刘姓 而且以刘姓为荣 到后来竟然是十虎九刘 可见刘姓在匈奴人中的普及程度 满族人将满腹嫁给汉官 可并不是为了丰富汉官的业余文化生活 而是为了监视他们 不光是洪成仇娶了满妻 冯权也有一个满妻 是纳兰氏 吴三贵竟然有四个 以妻做到全方位 无死脚见识 这些满腹嫁到汉官家里以后 是地位超然 虽然他们不是正妻 但权力比正妻要大得多 洪成仇对这位刘夫人 也一直是毕恭毕敬 极尽孝道 洪成仇本来有发妻 姓李 一直在她的福建老家 洪强青以后 想把她的母亲妻子接过来 但最后只接来了她的母亲 她的妻子并没有跟来 想必是与这位刘夫人有关 有一些戏剧作品 曾经说洪成仇的母亲 因为洪成仇强青而不认她 洪成仇的妻子也骂她 实际上这些都是出自于清初的段子 事实上洪成仇的母亲 先是被洪成仇接到了北京生活 后来又接到了南京 并不存在不认这个汉奸儿子的故事 洪成仇的正妻李氏 后来也被接到了北京 李氏很懂事 对那位地位超然的刘妾是异常的尊敬 甚至让他们的儿子也好好的孝顺这位刘氏 这些满腹真的是不好惹 江北四镇总兵之一的刘泽青 投降清朝以后 也被清人安排了一个满腹为妾 后来这个满腹举报刘青暗通反贼意图谋反 清朝人连问都不问 就将刘泽青凌迟处死 对于满清人来说 刘泽青的辩白比不上满腹的小报告 洪成仇作为汉朝的强官 表面上在清廷中混的是有模有样 但实际上满清贵族对他们是充满了鄙视 在康熙年间清朝内朝的洪成仇碑文中 曾经写到破明君十三万祸儿 还有尔图报换养之恩 大家可能注意到这里用的是祸字和换养二字 这些字都不是对人的 就是说当年破了明君十二万 我们把你捕获了 后来就一直换养着你 你以后的所作所为 就是为了报答换养之恩 你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 洪成仇确实是清朝的开国元勋 但他最后得到的爵位 不过是一个三等轻车都位 位于公侯博子男五爵之下 而且还是三等 这简直是一种乌 到乾隆年间更是将其编入了二尘传 说他大劫有亏 据说有一次洪成仇与一个友人下棋 当时正值古语 洪成仇一时有感脱口而出 一局齐平 今日几乎望古语 友人马上对于两朝领袖 他年何以别清明 洪成仇听到以后自觉羞愧 从此再也不见这位友人 还有一种说法 是他将这位友人杀死了 恐怕连洪成仇自己都没想到 生前生后没有好名声的他 到了现代 却大有咸鱼翻身之事 在他的老家福建南安市英都镇 洪成仇纪念馆已经是开馆英人 参加纪念馆开幕仪式的很多青史专家 一致的认为要重新评价洪成仇 认为不应该只站在一个朝代的基础上 要站在明清两个朝代的基础上来评价洪成仇 也不能站在一个民族汉族的基础上 要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去评价洪成仇 而且要考虑到历史潮流 因为洪成仇所作所为 是适应历史潮流的举动 所以洪成仇不是罕见 他应该是民族英雄 是千古第一忠臣 近年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一种趋势 就是最大限度的从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利益角度出发 来重新评价历史人物 而忘却了历史人物本应该把它放在历史的环境中去评价 清朝人当时是不是外族当然是外族 灭掉北宋的金人是不是外族 那要问当时的百姓 灭掉明朝的满族人是不是外族 也要问当时的人 现在满汉确实是一家 但不能因为现在是一家 就模糊了历史上两个民族明显的界限 如果谁现在还在搞满汉之间的分歧 制造民族之间的矛盾 那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在清朝的时候 所谓满汉一家不过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已 试问跑马圈地的时候满汉是一家吗 满人不需劳作就可以享受国家福利的时候 满汉是一家吗 还有呢就是所谓的历史潮流 有人说民族融合就是历史潮流 有人说他一统就是历史潮流 所有阻碍历史潮流向前发展的那些人 都需要重新评价 那么岳飞就成了堂地挡车 破坏民族融合的罪人 文天祥成了一名分裂分子 而秦桧则成了人民的好丞相 替发一服就变成了一风一族 体现社会新形象 前半个脑袋剃成秃瓢后面留一个老鼠尾巴 那才是最正确的发型 清取代明难道就是历史潮流吗 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专制程度最严重的朝代 他本身并不能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不是因为他在明之后就说他是更好的 历史潮流的发展虽然大趋势来说是永远向前的 但是在短时间内他会出现停滞转折 甚至是大踏步后退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说王莽时期 比如说宋以后的原明清 而且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越是专制的政权越容易出现这样的倒退 那是因为一个人的意志就足以左右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 红城筹滞留 他们对满清的贡献确实很大 但是他们对满清的贡献越大 对汉民族的伤害就越深 他们的可避之处不仅仅在于 他们为臣不真为子不孝 还在于他们为了掩盖自己投敌卖国之罪 就恨不得让整个神州一起露臣 让天下人都做满族人的奴隶 当年南明的晋王李定国 两斩满清的冥王 南明的局势一度大好 又是这个红城筹 发挥他卓越的才能力挽狂澜 以丰烛残年之身 红城筹仍然如此奔波 其目的无非就是想让满人牢固的占据江山 成为中华正统 这样他就可以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众口 美其名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顺应天命 这才是真正的红城筹 不好意思啊 又有点扯远了 再多说一句 嫁给汉官的这些满妇 应该都是妥妥的满人 大家知道满清在入关前和入关后 都满落了大量的女子 当时有一句话叫时始无复 就是女人都被抢光了 这些女人中生的美丽的可能会被封给那些贵族们作为他们的奴隶 成为他们的性奴 有些人的则被当作商品买卖 据史料记载这些被买卖的女人不叫做一个人两个人 而是叫做一把人两把人一把是三到五人 这个称呼就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人 清朝人入关前买卖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在沈阳 后来入关以后就搬到了北京 当时买卖人口的集散地就是在北京的通县 这样大规模的买卖人口难道清朝的官府不管吗 是的他们不管 因为在清朝初期买卖人口是合法的 买卖人口都能成为合法 这难道就是历史潮流吗 好了咱们再回到假太子案 在这次案件中 清朝统治者明显采用了政治导向的手段 他对于那些说太子是假的官员 要么是提拔重用 要么是大家赏赐 而对于那些说太子是真的人 比如说曾经帮助太子的常内侍 证明太子是真的那十名锦衣卫 都将他们关入了大牢 最终被处斩 而这起案件的主审官员 刑部主室钱凤兰 则被清廷冠以藐视晋王和当朝大员的罪名 最后被判斩首弃势 后来经过其他大臣求刑 改判为绞刑 这样一番操作下来 那些聪明的人马上就明白自己应该怎样说了 在之前说太子是真的 那位斯立坚太监王德化也改口说他不像是真的 最终清廷判定 此少年为假太子 将他关入了大牢囚禁了起来 后来到了该年的十二月份 在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 爆发了一起以营救太子为名的暴动 虽然暴动很快就被平息了 但多个人此时已经意识到这个太子留不得 于是在十二月份将这名少年处死 那么这名少年到底是不是真太子 通过以上的分析呢 我认为这名少年就是真太子诸次郎 这一点呢 不仅从昆宁公主周葵家人的表现 以及曾经侍卫太子的实名锦衣卫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来 而且呢 从逻辑上来说 也应该是这样 从逻辑上讲 只有真太子才能在清朝人控制的北京称自己为太子 如果是假的话 那么他一定是自寻死路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南太子案 在南明控制的区域内 敢称自己为太子的就不仅仅是真太子 还有可能是假太子 好的 关于南北太子案 今天呢 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南太子案还没有讲 请大家放心 我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制作出后半部分奉献给大家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